大家有听到吗 这个拜登超丢了 这个拜登是屋檐照顶吗 这个美国众议院221票对212票 通过了这个拜登的这个弹劾调查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担任副总统期间 他的次子在海外商业交易的不当获利 那共和党目前取得了 这个三万五千页的私人财务记录 还有至少三十六小时的证词 跟什么有关 好像跟中国有关 有没有 说什么在中国什么经商 跟哪里跟俄罗斯跟乌克兰有关 说多国的权贵关系密切等等 还有很多细节 因为很多了 还说什么在某些资料当中 这个航特就他的航特有承认 他的收入要一半要交给爸爸 爸爸就是拜登不是吗 然后这个纽约邮报说 这个他跟俄乌权贵有关 然后他有一个笔电 地域笔电门 变成了关键线索 那里面特别是一家乌克兰的能源公司 2014年起 每年向拜登的次子航特支付100万美元 曾经跟爸爸一起做空军二号 前往中国跟墨西哥 笔电中的通信还谈到 他把超过一半的收入交给爸爸拜登 那这个2017年的电邮描述了他在中国谈判的交易一部分 为大人物持有的10%的财政意外收入 这个两名亨特的同事认为 大人物是谁呢 就是他的爸爸就是拜登 所以通过这个弹劾案 跟中国有点关系 跟乌克兰有点关系 现在这两国应该都是这个美国的受害者之一 当然这个中国有自己的力量了 达不到 然后布林肯也来擦刀 他说什么 除非美国行动 要不然这是我们向乌克兰提供最后一批安全援助 美国抛弃乌克兰 我们之前都说泽伦斯基凉了凉了 后来又说凉透了凉透了 现在是说什么 死定了是吧 所以纪大使你怎么看 一个是拜登被弹劾 就跟乌克兰有关 是不是就跟乌克兰有关 然后当初支持的这个泽伦斯基跟乌克兰 这么高的掌声 这么高的援助 现在呢乌克兰断员残壁 男人全部被打光了 满国的这个孤儿寡妇 然后呢 两亿美元打发你一下 怎么看 过去不只是泽伦斯基风光 拜登也挺风光的 拜登那时候美国很多战略学者说 哇 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划算的战争 用一些乌克兰人 就可以把我们的最强的敌人 把他怎么样 拖住 那那个时候拜登说 我要用全世界最强的一种 经贸核子武器 把你俄罗斯让你受不了 就是说 这个叫经贸核子武器 核子武器 把人家推出swipt 然后呢 又把他的这个 3000亿美元的外货存疑 把它冻结 然后把俄罗斯富豪的财产 这些优惠都没收拍卖 每一个都是掐脖子 对 那个时候拜登那是意气风发 成绩核实不到两年 因为这是去年2月开始的 对 现在不到两年 现在这两位都是全世界怎么样 最怎么样 最失智的人 那拜登这个 你不要看这个弹劾是小事 弹劾是给美国国会 开始展开调查 对 他不是弹劾 他是授权来调查 授权来调查 然后最后还要 众议院还要投个票 那一定通过的 然后就移送到 参议院 这个参议院正式来怎么 审讯 他中间的这个是开一个审讯庭 是由大法官来审讯的 不过光在众议院来讲的话 就可以行使调查权 把这个拜登的人设 彻底摧毁 对 在选举的时候 尤其是在任者 涉及到这种 所谓的弹劾的时候 国会可以尽情的发挥 这些已经有三千五百 三万五千份的这种资料 他一个一个都给你公布出来 让美国的民众来评判 所以是摧毁拜登的人设 我觉得拜登真的是 这个案子对他来讲 会有很大的打击 那你说泽伦斯基 这次我看了很多媒体 讲拜登怎么变 拜登以前他两次 只要跟泽伦斯基在讲话 像这一次这种记者会 他说 我们美国会支持你 As long as it takes 也就是说 你打多久我就支持多久 你需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As long as it takes 就是说你打多久之了 这次改成什么 As long as we can 就是说我们能支持的时候 我们会支持你 意思就是说 我们也 我们学英文科技化成语的 As long as we can 就是拒绝它了 就差不多了 就是说我现在 我也有难了 我现在能尽量尽量给 如果给不出来 那我们就停了 所以这次本来是六百亿 现在给不出来就变两亿了 这就As long as we can 所以你看这个拜 你说这个全世界最失忆两个人 现在不是拜登跟泽伦斯基吗 那所以现在这两个人 基本上我觉得是命运与共 他们两个是命运共同 现在俄罗斯经济又重回全球前十 俄罗斯非常好 前十 对 俄罗斯是资源大国 它的产品事实上有这种 有这种固定的市场 你没办法说我石油有人不要 你看印度抢了多少印度俄罗斯的石油 拿出去卖 对拿出去卖 捡便宜货 对你现在本来要六十块 欧盟是说制裁俄罗斯六十块六十五块 也没有失本多少 前一阵子石油一桶的话就七十块左右 所以俄罗斯石油还照卖 而且很有 我跟你讲真正去查的话 现在买俄罗斯石油跟天然气 你看有多少欧盟国家 事实上现在由俄罗斯中央发送 你德国不给你 匈牙利不错 给你这个低价的石油 给你低价的天然气 搞不好现在事实上 我不晓得俄罗斯的天然气 经过乌克兰的管线 是不是还是开的 应该是开的 搞不好还是开着的 透过乌克兰天然气 还在源源不断的再给欧洲 希望我忍不住让我讲几句好不好 我讲几句我真的忍不住 因为我首先强调第一件事情 这个今天上午通过的 221对212的里面 就是说是民主党里面的 Sanders跑掉了 他就想选美国总统选了好几次 跑票了 所以说才会出现这个结果 谁最高兴呢 川普最高兴 因为美国原来 说一句两句话 我对美国超级错 美国一共搞这种谈合案 只有四次 有一次尼克森是因为自己觉得先丢脸 知廉恥 跟游戏森不一样 先下台了 所以就没有通过 通过授权的时候 其中两次是川普 一次是拜登 发生在最近的 这五六年的时间 你知道这个美国 已经乱到什么程度 这件事情 第一个他选择的timing 就是拜登要面对竞选连任 那那个时候 人家估计说看样子 遭到内外的打击 拜登的头脑 大概到了三月份就错乱了 压力多大 对不对 因为你拿出意大利证据 然后第二点的话 那个川普在支持他们 就把拜登搞到封为止 对不对 因为他是他儿子的事情 他儿子的事情是有名的 他儿子 我跟你讲 那个三万五千件的资料里面 我现在讲 稍微不好意思一点 就那个影片 大家都看过嘛 就不止两三段了 对不对 那其他的各个相对 这个以后就挤牙膏 一点一点的出来 不是 就故意折磨你吧 让拜登封掉 那另外最严重的事情是 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 在调查的过程 比如说希拉蕊那个时候 为什么被调出来 电影有问题 就是因为利比亚的美国大事死了以后 对对对对 结果把这个案子整个扯出来了 那希拉蕊搞到最后的话呢 闹得人为人鬼不鬼的 那现在拜登的情况下 我跟你讲 这个是最终问题 坦白来讲 杭特拜登呢 他自己可能没有什么犯法的事 但他今天赶快承认 说我没交税 好 我有时候没交税 这个在美国已经过严重 但是道德上的瑕疵 这个更严重 那么超级丢脸 而且更丢脸的是 整整世界跑到美国去 找这个丢脸 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们在节目中 一年多前就讲 美国做的事情 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今天有这个结果 我一点都不意外 那不是刚好而已吗 你说要把一个能源 世界第一的能源大国 搞到什么 让他活不下去 怎么可能的事情呢 好了 现在出现这个结果 这位司机自己 据说了 他的大房子是买在以色列了 他妈妈妈妈也亲爱的 对 他自己也不想 好好在乌克兰搞 所以说你这个 这个就是笑话加笑话 所以讲良心话 这个世界真的够乱 真的是太乱了 好 当然这个 我看到这么多的讯息 将来介大使预料得对 将来每个都会是大新闻 你不要讲新的 旧的 你在俄罗斯干嘛 赚了什么钱 中国 对不对 还搭乘空军二号去 你赚的钱一半要上缴拜登 对不对 我觉得这每一个都打头条 新的一个特别 每次人家说事情 他说等一下 我跟他打个电话 我跟副总统打个电话 告诉我 因为黄特拜登毕业以后 他没有做别的事 他就是在做政治游说 好像跟陈什么中有点像 对 他就是一直在做前课 没有别的职业 好 花花公子 现在当然这个 这个泽伦斯基说实话 我觉得命运已定了 到现在其实已经可以看出 他最后的结局 乌克兰的结局 大概已经也定了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学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